各位,我現在打算和大家分析一下張達明的一篇文章 我發表在他的念書Facebook 我會把他的念書地址放在描述上,大家可以跳過去看看 我會把他的重要句子放在螢光幕上,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 其他文字我會讀出來,我會加自己的評語 他就說,沒有追壞,只有更壞 港區的國安法法律文本,比我想預期的情況還要差 這次我嘗試總結了三個重點出來,所以我會在螢光網上給大家看 第一個重點,法律文本充滿國內社會主義法制的特色 與香港普通法的精神和法律語言大相傾定 當然,我們中國行的就是文字法 香港行的就是普通法,中間當然有不同 所以有不同,因此這個法律是中國裏面的法律,用在香港之中 我不覺得有什麼大問題 至於他說,國內充滿了國內社會主義法制的特色 中國的法律當然就跟中國自己本身的特色設計 所以也不出奇 至於文字法和普通法之間,事屬事優 我們不可以這樣平定,有些國家是用明文法、文字法 有些國家是用普通法,兩個不同的法體制 香港只是歷史上用了普通法 不等於香港那些從事法律工作者可以完全不知明文法的內容 那些概念、方針、原則等等 其實作為一個在香港大學首席的法律系的講師 你應該對兩種不同的法制都有相當的認識 在這個歷史之中,也都應該知道 不存在優劣的問題,只是兩個不同的制度 而社會主義的國家也都不見得比一個純資本主義的國家差的 就這次的疫情來看見,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是美國 現在他們有五百多萬人確診,死了十八萬人 給他們人口多四倍的中國,才有八萬多人確診 還有死了四千多人 這裏誰是好一點的管治,誰是差一點的管治 明眼人一眼就看到 所以不要認為是社會主義特色的法律一定不好 我們在這裏是沒有好和不好的分別 只是制度不同 所以這不需要提出來作為一個重點 第二點 B就說,將中國特色法治概念套用在香港 法律一方面,強調國家機構和人員 須遵守法律保障人權 第五十條 但實際上,他們不會受到特區管轄 或者獨立法院的有效監察第四十條 例如,駐港的國安機構人員在搜集情報時 可以不受截取通訊和監察條例 規管的情況之下,截取通訊 這舉有比香港一貫行之有效的法治精神 即是供權者須受獨立法院監管 這裏他犯了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 就是香港是一個地方政府 是一個特區政府 全國的法律當然是凌駕一個地方政府的法例 所以這個不存在香港的法例 可以跨越他自己本身的能力 去管理一些全國性的人員 全國性的執法人員是受中國本身的法律約束 就不一定要受香港法律約束 因為那個約束的點不同 現在這個國安法是為保護中國和香港的安全 那個高度是高於香港本身以內的法律 所以執行這些人是要遵守中國的法律 就不一定要遵守香港的法律 亦都一樣 這個不等同說 因為這樣,所以執行方面是完全不受監管 不是這樣,而只是在法律上 你一個地方政府的法律 和一個國家級別的法律之間 當然有矛盾 當這兩個有矛盾的時候 自然就是國家的法律 是凌駕於地方的法律 這個,全世界都是這樣 何足掛齒 但他卻拿出來 第C 超越了國內或外管轄權 只適用於中國公民的概念 任何人,包括非香港永久居民 在香港以外的行為 如果觸及港區的國安法同屬違法 只要那些人踏捕香港境內 即有可能被逮捕及檢控 做得好 我就覺得 你破壞中國或香港的國家安全 這是任何國家都不可以接受的東西 所以這個不存在 是否在管轄權之內 你在國外犯法 我們不派人去抓你 因為我們不可以 亦都不會 但是你踏捉香港 你入了中國的範圍之內 就可以向你追討你犯所犯的事 這個在屬地犯罪和非屬地犯罪 這是一個概念上的不同 在普通法裏面 例如香港早幾年 陳同佳 因為在台灣殺人 根據香港的普通法 就要將陳同佳 送返台灣受審 而亦都因為 香港和台灣沒有逃犯移交的條例 所以沒有辦法將他送返 因此現在香港就有一個 殺人犯在香港 逃之悠悠悠 完全不用負刑事責任 這是普通法的大原則 就是要回到本地審 但是在文字法裏面不是這樣的 在大陸法裏面不是這樣的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 犯了一個民字法的法例 你入到這個法例管規之後 你就有可能是被起訴 這個是不同制度 不是優和劣的問題 這個我再新同意 這個不是優和劣的問題 你在其他地方組織 所以你背叛香港或者中國 你仍然是有機會被控的 這樣的人士請你不要去中國 或者香港 這麼簡單 其他國家有沒有不同的例子 有 譬如我們澳洲人 Julia Assange 她是一個新聞從業員 她負責一個網站叫做Wikileaks 他洩露了美國一些國家機密 因此被全球通緝 曾經很長時間躲在一個 倫敦的外交使館裏面 終於因為外交使館要尋求各種經濟原因 就趕了出來 因此現在他就在倫敦的監獄裏面 等著移交給美國 例子就在這裏 這個Julia Assange 不是在美國犯任何和美國有關的罪行 現在美國是一個普通法的國家 一樣在全球通緝的澳洲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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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你不知道 作為大學的首席講師 這樣的簡單的例子 連腦翼都可以說出來的 你不知道 似乎 你的學歷有益問題 不是吧 好了 現在我回到這裏 會和大家看 他裏面的細節 所以一會再和大家說 這裏面的 可以作為大學的 努力 是